厨余也能变肥料 但您看到这是台中市外埔绿能园区 因为发电之后会产出大量的枣渣 因为没有办法去化 所以堆积如山 因此市议员吴敏记 就向环保局建议研发成有机肥 而经过试验之后 有机值达到了85% 农作物的甜度也可以因此再增加 成功达到了循环经济的目标 一桶桶的肥料摆在眼前 不过这些成分 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化学元素 而是出于再利用制作而成的有机肥 让农民能够环保种植农作物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农地的土壤 是有绝对的优质 绝对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反应 现在种不得18度以上 也是没遗憾 以前没有办法 所以是有机肥 一手将肥料摇起来 洒在农田上 瞬间农作物充满养分 外普律能源区身处于 因为发电后产生大量沼渣沼溢 无法去化堆积如山 在世人无敏记向环保局的建议下 将这些沼渣发酵制成有机肥料 取名为旧式肥 经过试验之后 有机值高达85% 还含有全氮2.9% 全磷干1.8%等其他伪量元素 可提高当地像是火龙果葡萄等 果实饱满度及甜度 沼渣沼溢大家都认为是垃圾 那我们经过环保局这样研究成有机肥以后 就变黄金了 那又可以去化这个沼渣沼溢 另外又可以帮助农民非常多 环保局也到场说明是肥比率 水稻类每分地150到250公斤 瓜果类则是350到500公斤 而由于目前肥料价格大涨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更推出了免费试用 以合作推广为目标 基于为了推广我们的沼渣跟沼溢 我们现阶段是先不收费 来用合作推广试办的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跟特别的这些农业的项目 种植的项目 它有特定的比例出来 所以这部分可能是农民 现在再帮我们做实验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用合作推广 废物在利用 我们不但能够去化堆积的沼渣 更可以提供施肥 达到循环经济的目的 环保局更预计将沼溢制成液态肥 让农民有更多的选择